日前,高云翔,董璇合体为某时尚杂志拍摄的封面大片曝光,董璇身穿蕾丝紧身长裙,似人与公主,背后性感大V,身材撩人,高云翔焦糖色毛衣,加西装,绅士尤雅,片中,二人或贴身而利好甜蜜,或目光迷离,互相找寻,诠释了一段相遇的浪漫故事。 而生活中,高云翔,董璇二人作为娱乐圈女队高颜值夫妇,因为一次被相亲相爱,不时给对方制造小浪漫,可以说是十分虐狗了。 在这组甜蜜的婚纱照中,两人定格的每个瞬间都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爱意,不少网友大呼,情人节还没到呀,为何已经开始虐狗? 恋爱六个月后,高云翔在片场的酒店里向董璇求婚,他在窗帘后的玻璃上,就着水汽用英文写下了你愿意嫁给我吗? 简单又浪漫至极,2011年8月21日,董璇与高云翔在北京举行婚礼,规模盛大,花费超过200万元,并邀请了圈中好友组成伴娘伴郎团。 2016年6月2日,两人还有了爱的结晶,他们可爱的女儿小酒窝,现在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也是幸福美满。